大家好,多謝各位今天的時間 或者我很快介紹一下,我叫Samuel,大家可以叫我Sam 我最主要在香港負責AutoDesk最新的一個產品 叫做AutoDesk Construction Cloud Solution 它是一個新的拉系,最主要是幫助大家在辦公室和室內 在這兩個層面,如何可以提供更多的技術 或者是一些技術給各位去形容 來減低大家日常工作頭痛的一些工作 或者我介紹一下我們Planquid 或者在這個Construction擔當的一個什麼角色 我想大家在這行業都是專家 會清楚知道為什麼Construction在過去這幾十年裏 那個Productivity都沒有提高到 其實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辦公室和室內 大家的漸漸太大了 有很多資訊由室內地回到辦公室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很多資訊失去 或者有一些人的漸漸出現 因為這件事引致到很多項目的成本 亦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些情況所以令到成本難以控制 我們用了Planquid的話 其實是可以減低它的Construction成本 或者用Project Management的運作 亦都可以這樣說 我們會稱呼我們自己 叫做一個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Software 我們最主要提供這個功能 是一個real-time information提供 亦都是在每一個參與者 如果他是有一個Planquid的一個技術的話 可以在第一時間掌握到這個Project 最新的資訊和最新的所有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所需要的一些書籍 亦都可以在網上 如何有系統地去檢查到你們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合作的 我們會介紹一下Planquid Planquid其實是一個新的產品 我們在2011年才設定 現在已經遍佈全美國 歐洲、亞洲也都相繼開始採用Planquid 來做他們一個Site的Solution 或者是一個Project Management 現在其實在香港這裏 或者是APEC 在亞太區 亦都有很多的用戶 亦都在使用 現在可以見到一些酒店 或者是Sangrela 或者是一些owner 好像是新鴻基 又或者是太古 或者另外一些contractor 亦都相繼在使用 甚至乎現在看到的Google 又或者是Facebook 在新加坡亦都有一些相關的Project 在使用Planquid 來做他們一個Site的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ool 或者我很快跳進去 講解一下究竟Planquid是怎樣運作 其實Planquid是一個APP 它是分開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一個前台 會應用在各位的手機上面 會支援IOS 又或者是Android 或者是Window Mobile都沒有問題 即是說 如果所有用戶 所有的手機都可以支援 使用Planquid 在前台之外 亦都有一個後台 後台的話 最主要是用這個Web page 可以Login去Planquid.com 然後就可以Login 進入你們的帳戶 就可以上到Cloud 來看回各位的資訊 我很快進入 我現在是用一個iPad來做一個Demo 就無疑一次 究竟在Site那裡 我們是可以怎樣應用這個Planquid 來做到你們日常的工作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APP 你可以事先把Planquid 下載到你們的iPad 又或者Samsung Tablet 也可以的 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項目 你會看到 首先會看到一個search bar 我未然會搜尋你們的project 你可以在同一時間應用很多project 之外 你也可以在這個project裡面 去製造一些屬於自己的project 又或者有人 或者你的一些owner 或者你的上家 他們是用Planquid的話 他們是邀請你們進去這個project裡面 去做一個collaboration 亦都可以接受這個invite 你就可以進去project裡面 就能看到它project所有的information 當然 如果沒有提供到你 你是不能進去project 不但見不到這個project的存在 首先在這裡 你會見到 在上面 在search by project name 下底會見到on this device on this device 下底的以下的project 全部都已經事先把它 download到我這個iPad 即是說 它可以做到一個功能 是offline mode 即是說 你不需要上網 你亦都可以看到你的project 以及做到你所需要做的工作 例如 一些debats 或者rfi 或者做一些markup annotation 或者pick photo之類的工作 當然 你在下面 依然會見到 一些叫做in the cloud i search by project name 下底 in the cloud in the cloud 就是這些project 我是沒有將它download下來的 即是說 我要看這些project 或者進入這個project 我需要有一個web browser 去上網去看 我現在嘗試進入一個project 給各位看看 究竟裡面是什麼樣子 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 先進去 你會看到 如果有個感嘆號 即是這個project 還未更新 我們就會做一個synchronize 的動作 然後我們可以進去 進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面板 那個面板最主要是一個review 你會看到所有 關於這個project 所有的圖子 會在這裡 當然這個是demo 實際上可能是有三千張 或者四千張 如果你們建一個大樓的話 你會在下面 下底 你會看到一個navigation bar 我們現在在這個page 叫做sheet 這個view 旁邊 你會看到有document 也會看到有text 一會兒我會講解 究竟這些是什麼 甚至乎你會在這裡 見到一些view report 或者你會檢查你這個project 的team member 或者More 你會看到有關於這個project 所有的rfi 或者submit 或者所有的photo 你都會在這裡見到的 那我回到sheet 這裡 這個也是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平台 我們大部分工作的時間 都會在這個page這裡 你也可以拿兩隻手指 放大 縮小 或者我進入一個圖 大家會看到這個圖 非常之smooth 我現在用兩隻手指 將它放大縮小 是非常之smooth 因為它事先已經將它下載了下來 不需要經過一些web router 不會有loading的時間出現 首先來到這裡 你會看到很多callout 這些callout 有不同顏色 各位看到嗎 其實這些有紫色的圓圓 這些callout 其實全部都有hyperlink 所以你也可以進去看看 這個reference drawing 是什麼圖 當然可以回到 所以可以省下各位時間 如果你們要搜尋圖的話 是不需要再用手去找 每一張圖的關係 他們的relationship 都會在這裡address出來的了 而這些callout 其實是不需要經過人手去做的 也是人手做不到的 當你上圖子的時候 如果他看到這些callout 他就會自動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pre-rendering的技術 裡面有一個AI 功能 就會把你們所有圖子裡的information 讀取了一次 然後如果他看到有這個callout 他就會幫你製造一個hyperlink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旁邊我們會看到一個search bar 上面有一個search bar 可以搜尋到有關於這個圖子裡的所有的字眼 譬如我可以在這裡示範一次 他就會自動幫你找這些字出來 他會幫你emphasize 不需要再用肉眼去找一些字眼 會省下各位浪費在圖子上面的示範 當然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動作 旁邊我們會看到一個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其實這些是一個小阿加的玩意 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顏色 每一次當你們做markup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裡 或者箭墜 可以做一些annotation 或者markup 或者拍照到家裡 或者稍後我會再示範多些 而這個圖子 我們也有一個versioning 的操控 只要我們向上翻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這個圖子 在你之前的information 當然這個也省下各位的時間 不需要我兩張圖子去比較 或者去看看究竟有什麼變化 或者去查看history 這個是for site 的一些construction manager 或者一些site board 或者是on site project的同事 他們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到整個 整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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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information 我們也可以做不同圖子和不同圖子的比較 我一會兒再說 如果我們翻譯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不同version的比較 例如現在的 就是這樣 我現在做一個示範就是 把兩個不同version 或者現在這個version和之前的version 去做一個比較的 那你就會有出現了兩個grid出來 兩個grid你可以重疊回去 看看究竟它有什麼變化 甚至乎你也可以做一個不同的一個 獨立的去做一個比較 它有兩個layer 在這裡 如果你看到紅色的話 我現在選擇只是看紅色 紅色就是現在的version 藍色就是之前的version 那你就會看到 我想知道門之前是什麼位置的話 我就不需要再去問一些 draftman 的同事 或者一些technical的同事 那我就直接第一時間 已經可以用自己這個tool 來找回所有的information 那除此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一些 拍照的功能 或者我待會再介紹 那我們也都有一些叫做 流message 比如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一些 中文或者remove 我們可以隨便打一些 做一個動作 你也可以選擇用中文 甚至乎可以用語音讀取 廣東話語音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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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可以幫你 可能你在做事的時候 手套 怎樣去做都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剛才說過 做了markup 或者做了annotation的話 其實我們只需要做一件事 將它選擇了我們剛才的東西 你會見到這個propish to project 當我將這個markup 和annotation propish to project 它會變得深色了 當它深色了的時候 意思就是 我整個團隊的同事 在這裡 這團隊所有的同事 也會同一時間 看到我做過 做了的markup 和annotation 變成我們省了很多 在室內的時間 不需要再去 譬如叫姐姐 做完markup 然後再檢查 然後再電郵 給其他任何派對 我們第一時間 已經可以在室內 做到這個動作 而不需要浪費多一分鐘的時間 去做的 除了剛才我講過 可以做不同 不同版本去做一個比較 其實不同圖紙 和不同圖紙 都可以做一個 comparison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方有一個中的物體 旁邊有兩個四方框框的意思 我想大家都意味到 是一個overlight的功能 我現在把它 compare 和另一個東西 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到的 譬如是 我把它 compare 和一個電圖 我想把它夾到一個電圖 那會出現什麼情況 現在就將兩個 一個pantle 和一個電圖 我想把它拉回一起 就可以在這裡做到這個動作 當然我現在用手指去做 其實除了手指之外 也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做上下 你會看到上下左右的箭嘴 這是一個微調的動作 大家可以在這裡再按 它 你就會看到它 如何調整 譬如我現在嘗試微調到最精準 當我覺得OK的時候 其實我按了去 右上角有一個燈 當我按了這個燈的時候 它就會把兩張圖 就 match 在一起 你也會看到 在這個右上角有一個框框 向上有一個箭嘴 其實只要我把這個箭嘴 按一下它 它就會把它成為一個snapeshot 我就已經可以把它成為一個document 我已經可以把它成為一個document 來做email 出去給同事 或者email給一些 我的project以外 沒有參與到這個project裡面 我剛才展示過給各位看 team member以外的一些人 會給各位看 這個就是整個document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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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可以傳出去的時候 其實對方收到一條link 他按了那條link 他就可以上cloud那裡 就可以扯回這個file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做到不同圖子的比較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些很強大的功能 譬如是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很多的information 譬如 這裡有一個sorting的工作 你可以找到 其實剛才我做了一些markup 如果有箭嘴的話 他只會看到箭嘴 又或者是裡面拍過的照片 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sorting的工作 找回所有的資料出來 譬如是拍照的功能 當然 我們拍照的功能 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我會是 放回 exactly 在那個圖子的位置那裡 譬如是 拍照 這裡 我卡了一個拍照 相機在這裡 我可以選擇 take new photo 或者take new video 都可以的 甚至是 select from photo library 亦都可以支援到另外很多東西 譬如是一些 拍照的功能 或者這些 我可以放進去 甚至乎是 我亦都可以將它 再加上 再加上 我亦都可以將它 publish 譬如我現在拍完這張照片 我就已經可以將它publish 只要我按了publish 就變成我整個team的人 其實已經第一時間 收到我這一張照片 不需要我再回去用Excel 來做一個表 來再傳給其他同事 當我做到這件事之後 其實它已經成為一張album 它已經不是一張照片 那麼簡單 我可以在這裡拍攝 無數多照片 在這張album裡面 我現在做一個示範 當我是第二個同事 我可以在這裡拍攝 甚至乎拍完這張照片之後 我可以在上面再做一些markup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layer 亦都可以將它改名 譬如我這個是方便我們日後 或者我們現在在前台 這裏做完這個ipad 我們是在後台那裏 怎樣可以扯回這些照片 如果有一個album 如果沒有名字 我們就可以做好很多 譬如這個是一個inspection 或者任何任何工作 你想把它改名 甚至乎這張照片 都可以再把它改名 譬如現在這裡 我們也可以在這張照片裡 有它的細節 我會示範給各位 現在我在哪裏拍照 還有GPS location 誰呢 我已經把照片改名 這一張照片就可擁有 除了這個外 我們有其他牙齒 譬如有些測試,我不知道各位需不需要在圖紙上 可能有時在圖紙上的同事需要用計算機或者一把尺 量度回那個圖紙的層次,然後用計算機計算實際的測試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是不需要的 下面你會看到相機上有一把尺的物體 有一個Calibration 只要我跟回這張圖紙的數字,然後打下去是甚麼的一回事 它是meter 也好,或者是尺寸也好 只要你跟回它打下去,它就會出現了很多另外一些的工具給各位使用 例如現在這樣,你會發現我可以量度為一個Length 我亦都可以 例如有些Cable,我們要量度為了錢 我們亦都可以在這裏做到的,甚至是Area 這個Area是多少,或者這個不清楚 我們甚至乎有些不規則的,或者是一個泳池 我們亦都可以量度它出來的 甚至乎 Polygon 或者可能有些人需要做一些師傅的工作,亦都可以在這裏看到的 另外,想說,上面有一個鎖鏈的物體 那個鎖鏈的物體其實是一個Heper Link 剛才我提到過,在這裏大家會看到一些叫號 這些深色的波波 它每一個都會有Heper Link 這個不是人手去做的 當你上圖的時候,它就已經自動幫你製造了 但是你亦都可以自己去做的 我現在即將示範一個,如何可以自己去建立一個Heper Link 上面這條鎖鏈,譬如在這裏,Moon 我可以把它連結到一張Sheet 就可以造成這個效果 譬如在這裏 可能是一個Shop drawing,或者whatever 我亦都可以Jump to Sheet 而這裏,只要我碰一碰它 你就會看得回所有的東西 所有同事就會在這裏看到究竟發生什麼一回事 我亦都可以在這裏 我亦都可以選擇另外一個動作 譬如在這裏 譬如在這裏 譬如我有一些東西 我很想讓我Sight Engine 你知道,或者裝工師傅 他跟著SPEC去做 又或者做一些Piping的工作 或者Pump 他要有一個很嚴格的Installation Guide 但是,可能老闆會問你 是否確認你的引擎有看到的 或者有追蹤的 我們亦都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譬如Document 我可以連結到任何一個Document 我希望師傅知道的資訊 譬如這裏 是Baby changing stating 我已經將這份文件 接到這個位置 我們甚至乎 可以進去看看 究竟這是什麼的一回事 例如SPEC是怎樣的 如何裝法 讓我們確認師傅是跟著這裏 也可以用同一個概念 譬如這些是一些Material Schedule G3 或者這個Hallway 我們也可以現在圖指 我們做不到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個Hyperlink 其他人 我們是用這裏 我們可以在裏面這張 hatespac 或者有一個Export出來的一個功能 例如筆是什麼呢? 那你就可以做回剛才我們在面板裏面做的那個小花家的那些工具 會在這裏再重量出現一次 我們甚至乎是可以在這裏 打低究竟是 什麼一回事或者要同時注意的事項會在這裏留下 你也可以繼續在這裏拍照 如果你想做一些搜索的功能就能夠搜索到一個搜索的字眼 其實在這裏一樣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上面有一個搜索 那你就可以譬如是 有些字眼你想找出來的 你也可以在這裏做到的 我先回到這裏 除此之外,我們亦有360度的一些照片 譬如是我們現在是支援的 譬如我現在是支援的,譬如我給各位看看 只要大家呢,如果你們在這裏有360度的相機 你們有360度的相機 你們有Gluetooth 跟你們的手機的話呢 只要你們開著你的Planquet的話呢 其實就已經可以把它 把它自動擺進去 將它自動擺進去 我想大家都明白這個概念 那變了很多時候 我想很多Sight Engine 都會有一個頭痛的地方 就是無論它拍了多少照片都好 它老闆都會覺得不足夠 因為你始終到最後要靠你的想像力 將所有的圖 所有的照片 去拼扣回實際的現場情況 那如果你用360度相機去做了這件事 而可以接觸到在適當的位置 在那個Join那裏 那就變成了老闆會更加清楚 究竟知道什麼一回事 就變成省回你們大家 溝通的時間 以及工作的時間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做一些attachment的動作 我剛才說過 我想分享一下 有某一些使用者 其實他們是會用來做一些記錄下飛紙的動作 例如是有些臨時的情況發生 可以做到一些 例如是 臨時他們有些draft 拍一些照片或者WhatsApp給你們 或者是email給你們 要現場去做 而不能夠第一時間呈現在 一個official的JoinPaper那裏 可以怎樣做 有一些users 他們會選擇在這裏做一些這樣的動作 稍後我會再詳細 即將會講解 究竟是怎樣去做的 譬如這些 一些飛紙仔 他就可以把它利用相機的功能 放進去那個位置 叫整個project的同時要注意 那就避免了有很多rework的情況會出現 或者是一些misunderstood 除了這些之外 亦都可以講一些 譬如現在我想做一些不同圖紙和不同圖紙 去做一些比較 或者可以夾一些attachment 你也會看到 假設這個有四個version 你會看到這裏 V4 我現在在藍色框框 V4的意思就是 這張圖紙有四個version 我進去 現在看到是最新這個version 我向上flip 當然剛才做過一個示範 看回之前的version 這個是 第三個version 很明顯是 然後我再向上flip 是第二個version 但是你第二個version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下面你會看到 有一個related的 只要我 觸碰它 進去 你就會看到 這個version 裡面夾了一張 document 在這裡 原來這個是 一個bd approval 來的 一個批職信 就夾了在這裡 令到大家可以減少了在地盤上很多的誤會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有時候你可能 發了email出來 或者公佈給全世界整個project的人知道 現在哪張join 拿了批職信 但是通常很多 沿線的師傅都會蒙查查 我只知道是 那個join number 那個join paper 批約了 但其實原來不是 什麼意思來的 它只不過是批到 第二個version 這裡就變了很清晰 就算是 任何很雷聞的一些老闆 或者另外的同事 他們不知道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你一個 這樣的 document 的一個control 就會很清晰地知道 究竟現在project的status 是去到什麼地步 那我或者我講解一下 剛剛那個飛機仔 或者一些 一個最主要的功能 我想介紹一下 我先進入剛才的project那裏 進入這張圖子那裏 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給同事的工作 那你會看到 剛才說過 上面你會看到 有一個鎖鏈的 那個是給大家去 製造一個 hyperlink 在上面這個 有打橫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 記錄下你們所有 在Site那裏的工作 譬如是一些 issue 又或者是一些 punch list 又或者是 一些job 如果你是想 asite 給某一個同事 去做 或者給某一間公司 去做 那你就可以在這裏做這個 這樣的功能 當然 你現在看到有很多 這樣的stamp 在這裏 你之前 製造了就會留下 如果你沒有的話 或者你覺得 不適合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 create一個新的 譬如這裏 你可以create一個 或者是 你想做的事 譬如這個是 CCTV 要裝了CCTV 或者你會做了這件事 那你就會在下面這裏 你會看到 可以開出來 然後我place在這個位置 我現在嘗試去create一個task 給一個同事去做 或者記錄下一個 在Site那裏需要做的 一些紀錄的工作 一開始的時候 你會看到 Status 是open 其實我們有分四個Status 一個就是open,in review,painting,clo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可以在你的backhand 將這些task generate一個report 來讓你知道 是現在的任何鎖碎 在地盤鎖碎的工作 所有的程序 或者Status 去到哪裏 當然close 最後 只能由你本人去close 因為是由你自己去create 當你create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assign這一個job出去給對方的話 對方可以有權限將他轉做 in review painting,但是他沒有權去close 只有你 寫一個creator 你才可以close回去的 對方可以測試 這是一個type 你也可以自己打進去 你自己把他 plan 做什麼的一個work 都可以 你將任何人提供 例如我現在將任何人提供 但是我亦都想我自己有一個引擎幫我去跟進這件事 我亦都可以選擇去 我自己 亦都可以的 現在這裏的位置你亦都可以有需要的話可以自己加一些 資訊進去 這個方便你們日後可以在這個報告裏 找到一些更加細緻的資訊 這個方便會有更加細緻的資訊 開始日後 例如我寫後日才開始 Due date Due date 就比較重要一點 例如我希望兩天內完成 然後這是什麼Stamp 你亦都可以事後再將它改變 現在暫時是安裝CCTV 這個List 是什麼List 你亦都可以說回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D-back 又或者這個是QA 或者我是執檢的 現在有些傷害 你覺得這些字全部不對 都不重要的 你下載這裏 Create task list 是可以自己去製造一個 屬於你自己 適合你自己這個工作的一個 Category Description是什麼 我現在再製造一些東西 可能是再拍照 拍照 或者是影片也可以的 拍照可能是你告訴他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也可以做一些 另外你可以加一個影片 你可以加一個影片 當然可以加上影片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Cost Impact, 開了就已經可以了 或是一個Construction Manager, 可能你未必需要關心他有多少錢 因為這個可能會留給QS去幫你計算 只要你開了出來的話, 在系統裡面是會知道有這件事的 或者其他相關的同事到時候見到的話, 他們可以打個價錢放回去也可以的 上面這裡見到一個叫做Comment, 即是你類似WhatsApp 我想大家如果有在網站工作的話, 其實他們的溝通是非常混亂的 他們可能是用WhatsApp, 或者WhatsApp, 整個大群組在那裡聊天溝通 可能你睡醒一覺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幾百個訊息在那裡 你根本上不會有一個紀錄可以查得回WhatsApp的形式 都是當作一個實時的通訊, 而不能夠做到一個永久的紀錄 現在我們這個情況是純粹是給這個punch list, 或者這個issue, 或者這個 defect 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裏講下去吧 Post 你也可以在這裏加插一些Document 例如有什麼相關的資料, 我想在這裏加插的話也可以的 就變成了雙方的一個對答, 而在這裏沒有人可以刪除 無論你選擇什麼都不可以刪除 甚至乎你也可以在這裏加上另外的東西 當你做了這個 comment 的話 到時候, January report 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裏見回所有曾經對答過的一些紀錄 只要我在這裏 其實我創造了這個 defect 對方會立即收到 如果他收到的話, 他會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他應該有兩個工作會收到的 第一就是他有下載的apps在手機那裏的話 第一時間手機就會告訴他 他有一個工作會收到的 他就會收到這樣的apps 同一時間來說 他也會在公司的email 那個account那裏 他會收到一個email 就是說有一個這樣的工作會收到的 當然剛才說過 Due Day 重要的地方是當你設定了Due Day 如果去到Due Day那一天 或者過了Due Day 所以這個status依然是屬於Open In Review 或者Pending的話 總之他還沒有close 他會繼續幫你發送的email 幫你去追求那個人 直到你覺得已經收到的 close了這個punch list 或者這個issue 他的email才會停止幫你追求 另外除了這個punch list之外 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些report 我們可以去做的 例如我們在後台這裡 我們也可以選擇 將他 例如我再拍多幾張相片 video或者selecting library 其實如果我做了這些markup 或者annotation 或者拍完這些相片 我可以臨時可以利用我前台這裡 做一個report 而不需要走到我後台那裡 整理一個細節的report 這個比較簡單而快捷的report 你會看到在右上角上面 也有一個output jar export出來 四方上面有一個箭咀 你已經可以將這個information email出來給人 或者我開出來給各位看看 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我剛剛做的那個markup 或者annotation 以及拍過的相片 你會看到拍照 當然你會看到是我拍的 因為會有人名在 哪一個人做 以及你會看到哪一張join number 那你會看到哪一個project 也會看到哪一個project 多少點鐘去拍的 你們都會看到的 當然你當你做了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email出來給別人 如果你generate了這個簡單的report 你可以將它做一個copy 或者你已經可以通過你的iPad 或者你的手機上的通訊系統 去跟其他人分享 譬如是WhatsApp 又或者WeChat 你已經可以傳出去 而不需要經過這個plangry 這個系統和其他人溝通 就純粹一個很快捷而簡單的report 就已經可以做出來了 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很簡單的一些動作 譬如如果 現在這個比較簡單 我一flip就flip到底 只有幾十張 如果有些大一點的project 比如這些 兩千多張的 其實我每一次是不是靠 做search 或者打那個join number 其實是不需要的 譬如我做一個假設 你也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現在是在 比較低的這些 一張圖子 我最近也是跟著這張圖子 你會看到 右上角那裡有三個櫃桶 只要把這個櫃桶 只要把這個櫃桶 ad to favorite 你就會發現 它已經幫你置頂了 所以你每一次就不需要自己 額外花時間去search 或者打個join number 每一次你開出來 那些圖子 那些圖子 其實已經是你最近工作的 那些圖子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 某些動作可以去做 比如現在這些project 你會看到 可以做到一些search 的功能 剛才說過 每一個的callout 每一個的callout 是有hyperlink的 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每一次它的logic 是根據你的join number 來做一個hyperlink 是自動的 比如像這個目錄 你就會很明顯看到 究竟發生什麼事 比如這些join number 你會看到有字眼這些 全部都是有hyperlink 只要你有上載到 這一張join number 它也會幫你解釋到 其實它的logic 是怎樣的呢 比如我們現在在 這張圖子 都是PA2.01 但是這個PA2.01 其實這個join number 其實都不是由人手打下去 這個也是由電腦自動動出來的 你會看到這張join number 其實這個file name 就是這個join number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shorting的工作 例如這裡 大家會看到 在這裡 各位會看到 例如 我忘記了我的join number 我亦都忘記了我的join number 我亦都忘記了我的join title 我可以怎樣找出來 我只是記得 可能它是一個Arkito 同一時間 我只記得它是一個Fall Plan 我會記得它是Ground Level 那其實就已經可以出這張圖子出來的了 那其實它亦都是怎樣來呢 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它會讀取你圖上面 所有的join number的Tag 或者這個join number的Tag 比如這個很明顯看到 是Fall Plan Ground Level 它就會幫你自動做一個sorting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快了很多 因為其實它可以做到一個動作 是你二、三千張圖子 其實你做一個sorting的工作 其實都只不過是用你大概幾秒鐘時間 就已經找到你想需要的圖子了 除此之外 你亦都可以看回 我講一講解 剛才有一個叫做 飛子仔的動作 其實很多人用來做飛子仔會怎樣做呢 我和各位分享一下 例如這些飛子仔的動作 我開出來 你會見到這些圖子 它會留在這個位置 究竟這樣看不足夠 怎樣可以找回相應的資料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裡 你會見到sheet這裡 sheet number 是SESE IEA這裡 這個是Join number 其實它是一條HIP link Go to share 它就會帶回你去那個位置 所以你就會很清晰地知道 究竟現在這一個是發生什麼一回事 這個位置有一張飛子仔 你就會很清晰地把這些 你不能夠是用office的形式去記錄下的這些記錄 可以利用plangry去記錄下 你所有在那個site process 所有一些on going等 因為它不同 我想大家都清楚 這件事我不需要花時間去講 就可以將各位避免了很多的誤會和損失 會在這裡發生的 我看到有人問究竟那個project是怎樣設定的 一會兒我會展示給各位看 究竟怎樣可以在後台做一些設定的動作 或者我在這裡花了一點時間去介紹一下 在這個面板上有一些讀取的功能 你會看到每一個project 你會在下面看到這個第一個project 例如beam demo 或者我也會展示一下beam demo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 我們正在做一個即將會發展出來的 叫做plangry beam 這是什麼一回事 這個beam裡面是可以讓你按篩 是做一個叫做 beam的一個 一個 你現在把這個beam放出來 你會看到所有東西 其實只要我開它出來 例如是constraint Angle option View in 3D 各位,只要你們用Revit 你們可以下載最新的revit 會有一個叫做plangry beam 的一個 plugin 你可以上去plangry.com 下載這個plangry beam 來試玩 但是這個是還未成熟的 我們還是在這個beta的階段 但是我們即將都會在這裡 再繼續優化這件事 直至到去launch to market 這個會大家 變成在同時上面 因為擔心到很多人 都會是 例如是office 或是technical 或是technical engine 他們會是 對筒子 或者是beam model 方面 但是在Site的同時 其實他們不需要太過 一個很大的 一個full set 的那個model 他們都是選擇 可能是 我只是想做一個 的beam 的一個view 來看回它 甚至乎是可以 讀到一些 的measurement 的動作 例如這些這樣 你可以做到一些measure的效果 下面這裡 你會看到 各位 那你會看到 它是怎樣去做的 或者是angle 你可以在這裡量度 那這裡我不多說 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 有機會再show 給各位看的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功能 它也可以選擇到 你可以做到另外一些動作 譬如現在這裡 我 上面也看到一個 鐘的物體 如果我是有一些 提出的 其實這個notification 全世界都會知道 或者發生過什麼事 有人做了一些update 或者做了一些 提出 提出了一些 提出了一些 提出的 其實每一次都會在這裡 有一些記錄 例如我回到 剛才的項目 那裡 我開個鐘 只要我按一下鐘 你就會看到 這個project 現在發生過什麼 一回事 哪一個人做了什麼 當然 我很快再跳去 其實就 剛才我做了一個 叫做task 那一件事 即是現在說的是 這個東西 CCTV 或者這個 我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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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最後 它是會在 這個叫做document 隔離的 這個叫做task 這裡會呈現出來的 我和他之間 和William之間的對答 拍過的照片 會在這裡出現 有一個cost impact 另外 就是你也可以 旁邊這道sheet 下面這一欄 你會看到 一條hyperlink是PA2.01 它可以再帶你去那個位置 測試回到這裡 你就會很清晰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用這個情況 不僅可以記錄下 issue punch list 甚至飛機仔的動作 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全部完成 除了這個之外 我會很快再講一講 另外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叫做 RFI的一個動作 可以去做 譬如我現在看到這裡 鎖鏈這裡 開出來 RFI 我可以連結到RFI 例如這個 我現在連結到 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動作 當我登上去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jump to RFI 我想給各位看看 什麼樣子 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問了什麼 回答到這裡 可能沒人可以有任何權難可以得上去 全部都會留下來 全部都會留下來 在這裡 拍過的照片 可以更多的 document 甚至乎你講那個tender 或者有些什麼細節 或是你和他有什麼 所謂的地方 また是 我想你清理一下 那個tender 就是需要我做的工作 亦可以在这里记录下了 Manager, Reviewer, Watching, Submitter 在这里可以自己选择一个自己选择的RFI 你也可以做一个示范 RFI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 之前已经创造了一个Sample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流程去做这个动作 可以这样说 有一个叫Fill Report功能 这个Fill Report也可以很简单 它是用一个Smart PDF 即是你们可以用自己的Excel 又或者你的Word 或者你们自己本身已经有这些 你们属于自己的Fill Report 你们可以将它转换成Smart PDF 来上升到Language 你就可以做到一些动作 比如现在这个是inspection的一个form 当我做完这个inspection form的时候 我按完 我也可以在上面留下一些comment 留完comment的时候 我可以在上面再签名 当我签了名的时候完成 save 未完的 他会有个日期给你 另外之余 你还可以继续去拍摄 告诉他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或者拍视频 未够的话 在这里依然可以继续 加些 Document 完成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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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订阅了之后 是没有人可以改到你的报告的 甚至乎是你本人都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你认为你是做错了 或者是写错了 你需要做的是重新upload 我会在这里 很快就说完 就会在后面 查看所有的资料 或者拍摄过的照片 你都会在这里看到的 我即将很快去做一个很快的介面 给各位看看 究竟如何可以做到一个 后台的demo 我首先来说就是这里 进去 brankit.com 上面你会见到sign in 你会进入这个面板 进入这个面板的时候 这个是web版 所以你会见到一样是这样的动作 你会见到一个search project name 又或者你会看到所有的project 但是就不会有这个 叫做on disk device 或者是in the cloud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in the cloud 你同样时间 你会看到所有的project 我看看刚才那 Entry 你将将写到应该後台 你会看到什么身份 例如permission 可能是 shouldn't have f Vayng power collaboration 和臀 Abream 其实当你被人 invite进入lety 需要 Ocean 之前可以到する 要 верти 你是擔當什麼的學識 我很快地說一說 Power Collaborator 就是一個接受任務的人 他不能發放一些施令 或者做markup 或者 annotation 去製作的項目 他純粹都是接受任務的 當然他也可以做markup annotation 或者拍照 但是這些所有的 information 純粹都是給他自己去看的 而Power Collaborator 就是我剛才做的身份 就是我做markup annotation 拍照在project那裡 或者提供一個工作給別人 這些都是Power Collaborator 可以做到的工作 就當作一個project manager 而Admin 的身份 就有Power Collaborator 的權限之餘 他還可以邀請人進來 又或者踢人走 上途 Delete 圖 又或者是做一些Pi License 出去給別人的動作 這裏也會跟他做完所有的事情 所以Admin 是最高權限的 通常來說 User 都會選擇project coordinator 去幫他們上途 去做這些動作 很快就開回剛才那個 讓我出來 我進去這裡的時候 這個就是那個面板 大家會看到 這裡會看到有這個project的天氣 或者我再進去那個sheet 給各位看看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做過的圖 這個也是PA.01 我做過的東西都會在這裡看到的 我亦都可以下載它下來 寫一個report 我下載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是 跟這些publish的markup 又或者 只是一個底圖 都可以的 有時候可能新的ARC 出了一張新圖 但不是把你所有的markup 或者address 帶在新的official version 你也可以跟這個動作 帶回你這些你需要 想帶出去新圖的markup 亦都可以做到這樣的動作 這裏我不說了 我回到這裏 去home這裏 怎樣可以做到上圖 譬如這裏你會見到家人 現在 但是家人只要是admin 才可以加到的 所以我現在很明顯 我現在的身份是admin 當家人進去的時候 那一下就已經要定義為 這個人是什麼的身份 好嗎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見到家人之外 就是上圖 我們那個上圖 也是很簡單 是很人工智能的 譬如現在 adsheet 這裏就已經是上圖的動作 一進去的時候 可能會是你 記錄一下日子 那日子一定要是 later than你之前那個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version 是跟那個日期去定的 譬如我現在定是 今天是16號 version set name training 上圖 譬如我現在要上這 新圖 有新version給我 現在可能是 上家有新圖給我 我現在要上圖 搞定 不需要兩秒鐘 已經是很快上圖的 Join next 它現在在讀取你圖子裡面的資料 你會見到 它是會自動幫你找到那個Join number 它現在問你是不是這個Join number OK 當然有些圖 你會是 不同方圖 當然你要選同一個方圖 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整個系列都是同一個位置 其實它全部都會自動幫你 detect 出來的 那你檢查過一次 覺得OK的話 sheet number 是正確的 接著我們會即將去到 第二個步驟 是那個 它會幫你 檢查這個Join title 是否正確的 當我檢查所有Join title 是正確的 或者我需不需要 add some tag 也沒有問題的 隨時可以 或者這個都不重要的 因為這個之後 你上了圖之後 可以之後再add tag 那方便你將來找圖用的 如果檢查過覺得OK的話 你會看到上面這裏 這個published project 如果現在做了這個published project的話 假設我整個project裡面的team member 他都會收到一個email 又或者他的app也會噴出一次的 噴出完的時候 他甚至你在email那裡開出來 他會有一個hyperlink給你 他會直接帶你出去 這個published project 那你現在會看到 情況已經不同了 我再翻出去 這裏會清楚一點 你會看到這裏 剛才那個pa2.01 你會看到由version2 變成version3 pa2.02 由version1 變成version2 就一直這樣掩蓋上去 而你是不會不見的 永遠都留下底 令到你那個version control 就非常之容易 你亦都會每一次 你會看到不同的version set name 譬如這些通常都是用日期來定 或者是哪一個上家 去到santo 出來給你們整個set 你就會每一次定義 它不同的名字 譬如我剛才的version set name 叫做Hong Kong Training 就會在這裏出現 之前那些叫做for construction 每一set的version set name 你都會在這裏找到 而到最後 剛才說過 你是可以將它 譬如我這裏有些小飛機 或者一些issue 或者一些 defect 其實全部都會在這裏找到 譬如我現在想 展示給各位看那個overview 這個就是那個overview的情況 你會在之前有category 你會在這裏看到 是什麼一個tags 是QA QC 你也會在這裏找到 不同同事現在手頭上 是否在處理的工作 如何 有什麼outstanding的還未做 亦都會在這裏看到 你可以在這裏看到 Close Pending InReview 這裏都會找得到出來的 另外你也可以在這個tags 那裏查看 它究竟現在是很細節的 看到現在每一個single的tags 究竟現在是什麼一回事 當然旁邊的hyperlink 你可以看看這是什麼 一個圖 亦都可以用stamp去追蹤 究竟什麼事 譬如你的stamp 這個專門是安裝CCTV 或者這個stamp是裝門的 或者 whatever 門窗的 或者ENM的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在這裏 或者一些特別的stamp 你就已經可以在這裏 查整個project裡 可能有100個CN 你就可以在這裏找出來 就可以生成一個report 那究竟它是怎樣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也可以將它 在這裏分配 它會出現什麼情況 這裏 Export 譬如我現在選擇Export All 你可以在這裏 upload你們自己公司的logo 上去 那份report出來 就會有你們自己公司的logo 就已經沒有了 那出來的時候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它會是一個目錄的 那 然後我會展示給各位看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PDF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Export出來的CSV 可以Excel 那PDF就會方便多些 以及省下各位的時間 因為它是整個出來 告訴你是什麼Status 是什麼List 什麼Description 什麼時候 哪年 哪日 哪一張圖子 有沒有Cost Impact 有就有價錢 沒有的話就沒有了 那拍過一張照片 就一張照片 十張照片 全部都會在這裏表現出來的 那整個Full Report 你就會在這裏表現出來 OK 那當然 這個不單止是普通的PDF 它是有hyperlink 在這裏表現的 例如我現在想做的 這個這樣 它就會帶回你去 它的Full Report 或者它的問題 究竟它是什麼的紀錄 就會在這裏表現 每一個 在目錄上 每一個都會有它的hyperlink 在這裏表現的 這是PDF 當然RFI也是同一個道理 如果你要把它刷出來做一些紀錄 其實這個很好給大家做一個VO 譬如有些什麼是做一個Document的Supporting 其實每一個single job 或者計算錢 或者怎樣問上家拿錢 或者完成了多少個工作 其實可以通通都可以在這裏表現的 譬如是Export 在這裏表現 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 究竟它是什麼的一回事 你會選擇所有電子的Full Report 所有電子的Full Report 都可以選擇到你們的Local電腦 那裏表現 不需要長期記錄在Cloud上 這就是剛才的report detail 拍過的照片 剛才我拍過的inspection 通通都會在這裏表現 另外在這個project裡面 拍過的照片 其實你們都很混亂 要專業地找一個人 去負責 或者一個admin的同事 去做這些表 把照片去做一些Folder 分到很細 或者只有它才知道 但是如果在Plangrid這個platform上 你就可以很有條理地去把它記錄下 或者是哪一個人拍的 這是什麼的 有一個體圖 剛才說過是inspection 你可以拆開這張album 可以拆開這張album 可以拆開哪一個人 例如是我的 我剛才就拆開這四張照片 我就可以在這裏 可以將它下載成一個report 或者將它export出來 做相片 或者要上GPS location E-mail出來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或者真的需要 generate一個report 你可以E-mail給自己 有已經一條link 那些report 可以在網上扯這些f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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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裏 到最後你會看到setting 可以在網上扯這些folder You can將整個s-folder 整個s-folder 整個s-folder 全部扯進去 你們的local drive 做一個紀錄 但在這個s-folder 也不需要等到s-folder 的時候才去做 你永遠都可以 任何時候 你都可以做一個backup 或者這個叫download current set 你就可以定期做一個Backup,把這些資料扯回到你自己的Local Drive 你也可以把這個Project再Copy 有裡面的Information,Markup,所有的記錄都會在這裡 你可以把一個新的Project出來 Planquid跟Beam360 Planquid跟Beam360最大的分別就是 Beam360的角度是從設計的角度去看 Planquid的角度,用者會是Construction Manager或者PM去做的 你也知道可能在Site那裡始終都會有一個Technical的同事,或者DraftMan,或者畫圖的同事 看他們的定義,他們的Deflash,和在Site那裡做的Deflash 雖然是同一個工作,但他們的工作其實是有不同的分別 那位在Site那裡做的同事,又不會拿著電腦下來 和你們做一個Beam360的Deflash 在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桌上的Desktop去做 Planquid最主要是在流動或者在Site那裡做事的同事 他們是沒有工具,永遠都是我們那個DraftMan,或者另外一些高級的同事 可能才會有的 Planquid最主要就是 他們可能只是懂得用工具,士包,或者電鑽等等 但其實他們可以有這樣的工具,幫助他們做到想做的工作 或者是引擎,有些引擎純粹都是做Siteworks 他們未必會牽涉在設計或圖上做什麼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做一個Markup Annotation 我就發出,我就已經完成了我的工作了 而這個工作和Beam360其實中間還有一個差別 所以Planquid就是彌補這件事 所以那個人用Planquid做完這些Capture的時候 就可以用Beam360的同事可以得到所有的資料 而他就可以在圖中自己去更新的Capture也好 或者BeamModel也好 就由這樣的意思去做的 Ning,How to you set up the version 那個Upload override by new file 不可以的,它不會override的 它是會將你整個流程記錄下 它只不過會在新的一些File會蓋住舊的 但舊的依然會存在的 Planquid其實是很便宜的 它斷一個User,斷每個月計的 也只是為了港幣幾百元一個月 當你是一個iPhone的一個月費 一個電信的一個月費去付 也可以是斷月費去計算 你是無限project可以製造出來的 而你裏面的那些Document 其實你可以將任何你有關於這個project上面的 所有的Document,Office或者那個project 你亦都可以將它丟到這個Planquid 那個Document的那一欄 就把所有的東西都保留 確保你們在最終的日子 是不會有Document不見了或者找不出來 因為你也知道很多時候會發生的 就是Admin的同事可能經常會換 有些資訊不是不見了 而是可能Admin一直都在電腦那裡 但是他們在手上的時候 可能上一手沒有說給下一手 其實那個資訊 雖然依然留在你的電腦那裡 但是已經不見了 那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Storage 是在Cloud 我們要用Amazon Cloud 其實全線的AutoDesk Cloud 他們都是用Amazon Cloud的 那些放縮